请看下面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说诸佛是怎样教学的 我们众生迷失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有烦恼 有妄想 障碍我们的清静心 障碍我们回归真如本性 佛怎样帮助众生解决这些问题 讲经教学 我们看看 佛是怎样教学的 调众生宣妙礼 诸佳里头说 调者和也 众生者一切有情也 这一句调众生很重要 我们今天社会动乱 地球灾难这么多 根本原因从哪里来的 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不和 人跟人不和 畜生跟畜生不和 鬼神跟鬼神不和 我们先来说人 我们身内不讲身外 我们自身 自己跟自己不和 从什么地方看到的 心里烦躁 烦躁就是不和 六根不能和睦 我们再看家庭 现在有几个家庭是和睦的 和五六十年代相比 正好是翻了个个 那时候没看到谁家不和 现在很少看到谁家和 现在的家庭 夫妻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轮昌没有了 一报随着正报转 如此不善的正报 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生物 都失去了调和 这个事情严重啊 黄念祖老军士 注节里所说的众生 是指一切有情众生 花草树木山和大地 就是无情众生 现在 无情众生 受有情众生的感染 也失去了调和 这个麻烦可就大了 灾难来了 大自然要惩罚人类了 整个世界的不和谐 使人类 在灾难面前 是多么渺小 和不堪一击 可是众生 迷得太深太深了 怎么喊都喊不行啊 恶报不献钱 不知道害怕呀 恶报献钱的时候 明白了 但是晚了 后悔来不及了 害怕也没用了 你就受苦暴吧 再看看宗教 宗教和宗教也不和呀 就是同一个宗教 就是同一个宗教 还要分支分派 这些支派也互相不和 就连同出一个师门 还要你争我斗 甚至于一个寺院 住中几十人 也不和 有的就住两个人 一个出家中 一个在家中 照样不和 古圣先贤 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 告诉我们 和与不和 关系到佛法的兴衰 和 佛法就兴 不和 佛法就衰 衰到极处 佛法就灭了 所以不能不和 从哪里做起呢 从我自己做起 他不跟我和 我要跟他和 这才能把和睦相处 落实 佛菩萨怎样教化众生 就是调众生 宣妙礼 调 就是调和 调顺 调福 用什么来调和 用戒定慧 戒律 是调身的 定 是调心的 慧是 身心 俱调 换句话说 我们一生 我们一生都是病 要想学佛 不能入门 首先要把你调和成一个法器 调众生 就是帮助众生 断烦恒 怎样把调众生 落到实处 宣妙礼 宣妙礼 妙礼是什么 就是实相的 理体 也就是 法华经上 说的 佛之见 开佛之见 是佛之见 这是宣妙礼 宣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要让一切友情 误入佛之见 这就是调众生 身心调伏了 才有资格接受佛法 我们这一代人 学佛的人很多 为什么不能成就 原因是身心没有调伏 就来学习大乘经典 经典学了不少 结果是增长邪见 不是增长智慧 而是增长 邪知邪见 这个麻烦就大了 必须要身心恢复健康 接受佛法 才能增长智慧 先要成就法器 然后才能成诸妙法 古人有个比喻 佛法是甘露 提呼甘露 要是装在成毒药的碗里 提呼甘露也变成毒药 因为有毒素掺在里面 必须先把这个成果毒药的碗洗干净 什么是毒药 贪嗔吃满意 比毒药还毒 必须在心里把它清除干净 佛给你讲经说法 你才能接受如来的提呼甘露大法 调众生是断烦恼 宣妙里是学法门 这是有次第的 不能同时的 唯独上根立志 可以做到 诸功德 是福田 这两句经文 黄念族老居士 是这样解释的 悖具多德 就是助功德 这些大菩萨 都有种种的功德 就可以给众生 当福田 福田者 就是种的田 所助功德 事与外 接受众生供养 让众生造福 叫做事福田 据舍论 有四个福田 一 去田 去是畜生 现在很多人爱护动物 你爱护众生 众生欢喜 诸佛欢喜 二 苦田 我们去救济一些贫穷困苦的人 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当福田 三 恩田 父母师长对我们有恩 我们在父母身边行孝 就是种恩田 四 得田 小城 大城 一切贤圣 都是福田 对于这两句经文 老法师 是这样解释的 诸功德 是福田 这两句 就是讲 菩萨修学刚领的 六波罗蜜 忍辱 忍辱 精进 禅定 是能助 戒定会三学 是所助的功德 福田 是不识 持戒 世间 什么人有福 肯不识的人有福 守法的人有福 持戒就是守法 能舍 能守 能守法的人 有福了 我们种福田 要有慧眼 辨别 哪里是真正的福田 小小的一个念佛堂 照样可以成为真正的福田 那就看领头人怎么领 大家怎么修了 给同修们举个例子 绝名 妙行菩萨 他们这一伙 共修的人 不多 只有八个人 建立一个小念佛堂 在一起共修 八个人 都往生了 这个小念佛堂 功德殊胜无比 你看 一个小小的念佛堂 成就了八尊佛 如果在这个小念佛道场 护持 供灾一餐 或者供养 那个福报 比在其他地方供养 百倍 千倍 都不止 真正的修行人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以诸法药 救疗三苦 这件事情 谁能做得到 唯有佛法 能做得到 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世界 诸佛菩萨 为什么 视线在人间 视线在六道 就是做 这么一件事情 以诸法药 救疗三苦 诸佛度生 应病与药 众生 有种种病 所谓众生 有八万四千种病 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种法 病是比喻众生的苦 药是比喻如来的妙法 涅槃经云 度众生故 为说无上微妙法药 众生有什么病 就要给他什么药 不能给错了药 无上微妙 不是限定哪一部经教 佛在波若经上讲得很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哪有无上微妙 哪有无上微妙 就有高下了 这个话有没有矛盾 有没有冲突 没有 说无上微妙 是对人说的 这个药很合适 对治他的毛病很有效 药到病除 用这个方法 他就成就了 这对他来说 叫做无上 每个人的病 不一样 所以每个众生 需要的药 不同 所以释迦牟尼说法 四十九年 留下这么多典记 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 都要用的 这么多的药 你要通通都吃的话 不但病治不好 药吃错了 会吃死人的 药铺里那么多药 没有医生给你开处方 你不敢吃 佛法这么多经典 没有人给你指导 你怎么可以一起学 一起学 就是这个药 一起吃 那不死才怪 所以法门要选择 选择对症的药 药到病除 不是吃的药越多越好 这才叫无上微妙 佛陀在世的时候 没问题 佛是大一王 遇到佛 佛一定给你说法 你一定得度 为什么 那个法就是对你说的 肯定对症啊 现在佛不在世了 药方留下来了 经典就是药方啊 这个药方 你好不好用 很难说 那就要看是什么人 给你开的药方了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什么 就是要告诉大家 学佛一定要找个好老师 这个老师是明识 不是明识 老师有三种 一种是有修有正的 这是最好的老师 第二种是有修没正的 这是次等的老师 第三种是没修没正的 这是自语老师 你能遇见 和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真的要看你的运气和缘分了 老法师运气好 缘分好 遇到了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 李炳南老居士 人在一生中 能遇到三位名师 可以说是慎性慎性 我沾师父老人家的光 我的运气和缘分也不错 遇见了上觉下午法师 十五式香根拉玛娇活泼 上镜下空老法师 这是三位名师 老师是给你开药方的 有修有正的老师 好比是医生 有修没正的老师 好比是护士 没修没正的老师 好比什么 我不知道 你的药方 是什么样的老师给你开的 我不知道 最最糟糕的 是这样一种人 胡败老师 乱开药 谁说的都听 谁说的都信 谁开的药都吃 这就完了 真的完了 就是不吃死 也病入膏肓了 净土法门 在一切法门里来说 真的可以说是 无上微妙法药 我们有缘预造了 不吃祸呀 你的病 这一种药 就可以治好了 可是你怀疑 你不信呢 你非得去吃那一百种 一千种 不治你病的药 你不识真假 不听劝呢 三苦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三苦是苦苦 坏苦 辛苦 一 这个事本来就是苦的 是苦苦 二 这个事本来是可喜的 一旦被破坏了 就苦了 这叫坏苦 三 因一切都在变迁 转化 无有停息 而生苦恼 这叫辛苦 第二种说法是 家强大师说 三苦 是三有之苦 三有 就是欲戒 色戒 无色戒 三戒 三苦 是三戒众生的 生死之苦 这两种说法都对 但家强大师的解释 很合 净土宗的宗旨 净土宗的特点 是使众生 寄身出离 生死苦海 别的法门 要出三戒 虚断 见死祸 达到阿罗汉的水平 现在世界上 找个能证出国的人 都很难得 何况是阿罗汉 只有净土法门 是横出三戒 这是带货往生 带业往生 不是叫你断货 所以这个 是最突出之处 所以用净土法门 信愿持名的 无上 醍醐 妙药 来 普救众生 沉沦 三戒 生死苦海的 恶难 叫做 以诸法药 救了三苦 归结到最高 最究竟 最圆满 那就是这一句佛号 念佛法门 这一法 叫阿切陀药 一切病都治 不是一种药 治一种病 这个 是一种药 治一切病 八万四千苦 一句佛号能治 无量之苦 一句佛号也能治 我们要相信 这是真的 不能有丝毫怀疑 我们才能得到 真实受用 说的真话 给你听 听懂一句就受用 若是一句没听懂 没缘没分等来生 来生能得人身吗 要给自己提个醒 就会和我说 是一句话 这一句话 坑 我说 是一句话 那就是 可国有没有 含是一句话 专门的 是一句话